说起李佩君呢 我们看到呢 2006年当时在4月份 他就是国军奋斗月刊的封面人物 由于他的外语能力很强 所以很多外宾来访的时候 或者是参加汉光演习 都是由他来向外宾简报说明 让很多的将领都对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好印象 不过如今爆发了跟男女部署在营外舍稳 让很多的将领呢都觉得相当惋惜 希望他更努力表现来一扫不明欲事件